第二次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06年的时候 李玉刚红了嘛 然后我在06年之前 那个时候在之前 我是扮演杨贵妃的形象 然后因为李玉刚红了以后 然后所有的人都去模仿李玉刚的表演 大家可以看到那段时间 06年 07年 08年那段时间 出演一夜之间就出了很多 那种像李玉刚一样的模式的表演模式 第一首开场女儿情 第二首男女生对唱铁血担心 就你看观众他 你一出来你一开口你一唱女儿情 他就知道你是个反转 那还有什么新鲜感可言 没有新鲜感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要做一个改变 当时我就想我怎么去改变 因为可能我是一个胖子 那我肯定还是得从胖 基于胖这个条件来改变 那么全中国除了杨玉环 还有哪个胖子出名的 想来想去也没有别人 就只有沈丁霞 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 然后我就想说 那要不我模仿沈丁霞 然后呢就找了很多的道具啊 各方面办了以后 就觉得好像又欠缺点什么 不是很完美 一次偶然的机会 刘辉通过选秀比赛 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因此也获得了一次免费整容的机会 然而正是这次整容的经历 使得之后的刘辉达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 这个时候就身边所有的朋友 都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以前所有看不起我的人 嘲笑我长得丑的人 现在全部都夸赞我的漂亮 所以你很享受这样的自己 我觉得很自信 刘辉也说了自己做了一百多次的整容 包括接下来他还希望自己的体重 能够从二百一十斤 通过抽脂达到一百七八十斤 今天我们的现场 也有我们专业的整容科的专家 陈老师 我想问问 通过抽脂 从体重一下子瘦到那么多斤 对我们身体有着怎样的危害 抽脂的话 在您这个 现在我所看的二百一十斤 这种体型 假如用局部抽脂的方法来减肥 肯定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它体重太重了 而每一个手术 都有一个适应针 比如说蓝尾炎 蓝尾炎并不是说我肚子疼 我就要去做蓝尾炎 蓝尾炎有很多的指针 该不该做 是有医学原则的判断的 像你这个体重 那么你要抽腹部 或者什么部位 那么这么大一个面积 通过拿准指医测量 算出来的面积后 就算出麻药的量 这个麻药量很多 我估计怎么着也打出 一两个暖壶 有两针的医量 即便你全麻的话 可能麻药量会降低一点 因为它太胖了 一旦把脂肪抽掉后 就给你们家买一袋米 吃完半袋 剩下那个袋就松了 那就全部搭了 那多难看呀 春衣骨也不方便 刚好在肌皮带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引入了一个 伤害更大的一个手术 叫腐臂止禽数 腐致禽禽数一般情况下 我就说个切口都知道 它就要沿着你的三角裤 金字裤的裤线 做一个水平切口 然后再沿着你肚脐 肚脐眼往下 再做一个垂直切口 就是倒洗的剂子的切口 这倒剂型的大切口 好多的女孩特别可怜 就是做完这个腐臂止禽以后 没女儿 做完腐臂止禽以后 就这么走路 就要这样走路 为什么你在全麻下 你把这个腐臂的脂肪 都拿掉以后 对吧 切掉以后 做一个切口 那扶上以后 在全麻下人是松弛的 这个意识点没气 就切多了 现在就扯住了 你知道吗 你就要这样走路 陈老师 像您刚才说到 这个就是全麻 全身麻醉 这个其实对人体 伤害也很大 在每次全麻 其实都是让你死低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 整容手术绝对不能全麻 找我做这个 抽脂的时候减肥 我肯定不给你做 为什么就是刚才说的 它不是最佳手术适应征 我首先让你去体检 你绝对要把你体检报告拿出来 每项都正常 看心肺功能正常 看是不是血脂高不高 等身高不高 之前好像就尿酸 还是什么 有两个 说明你肾带已经 有一些功能低下了 有没有所有的这些疾病 胸管疾病 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假设你能承受的话 也不能手术 就在于我会缺你科学的运动 合了你的饮食 把体重从210 减到170 180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然后那个时候 你的身体的 五脏六腑的这些功能 增加了 负担减轻了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设计一个方案 再拿起来量 再算 打算上麻药 你的生命的安全性 就会保障了 口感性就强多了 而且手上 好 好 谢谢程老师